明明有眼有钱 业务能力还扛大 43岁的樱桃为何至今单身 2018年基因奖颁奖典礼上 樱桃凭借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成功入围基因奖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当时入围的女演员有实力派演员孙力、圆权等 虽然竞争激烈 但樱桃更是以平分八 二的鸡毛飞上天稳操胜券 事后颁奖典礼上 作为颁奖嘉宾的吴刚和侯勇 在看到获奖名单时一脸的不可思议 侯勇挖一身后 便把获奖名单点了吴刚 吴刚接过一看 更是一脸名重 但为了保全颜面 还是念出了迪丽热巴的名字 此刻全场一片寂静 吴刚露出了难以捉摸的微笑 身边的炎翼惊讶的张大嘴巴 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热巴胜之不武 但迪丽热巴完全是资本捧出来的水扣 樱桃则只能是独自黯然神伤 不过好在鸡毛飞上天再度参加白玉兰评选 而在登台领奖的那一刻 樱桃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 没想到这一届的评委这么有眼光 想来那一次的落选也成为了他的一份遗憾 不过好演员不缺好作品 好作品不缺好奖项 年轻芳华时 樱桃就已经事业有成 而且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梦中女神 那时候爱慕樱桃的男人数不胜数 而有一个则直接抱得了美人归 这个人就是沈俊成 沈俊成家境显赫 父亲曾是重庆移动公司的董事长 两人年龄相仿 还是老乡 男生从国外留学回来 沈俊成不仅经常给樱桃嘘寒问暖 每次拍戏都会出现在剧组内 而且玄带着他去见识花花世界 末多久樱桃就爱上了这个男生 不久后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婚后的生活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美好 沈俊成不肯收心 经常在外沾花热草 樱桃又经常外出拍戏 两人聚少离多 之后两人结婚仅一年多就迅速离了婚 只不过樱桃这段短暂而失败的婚姻 直到多年后 大家才知道 因为后来沈俊成入狱 樱桃的这段不堪的失败婚姻才被曝光出来 之后的樱桃又接连出演了幸福像花一样温州一家人 在大家不知情的时候 樱桃跟圈中大佬孙东海交往了 但因为孙东海报复前女友的事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樱桃害怕酌才和孙东海分了手 在内地女演员中 樱桃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超级实力派女演员 最主要的是樱桃常住一张极巨变十度的脸 小家碧玉 有唇眉可人 很多人看到她娇俏可人的状态 都不敢相信她竟然已经42岁了 40多岁的樱桃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 脸上却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 反而让她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魅力 而樱桃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迷住网友的双眼 比如这张背影图 给人的感觉活脱脱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女生 出生在四川的樱桃 从小就有著穿妹子独一无二的撒耍 在快流凉时代 明星都怕被遗忘 所以疯狂的上综艺 接待演 炒恋情 搞直播 却唯独忘了怎么做一个好演员 而樱桃始终脚踏实地刻画出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 虽然在爱情的路上总是磕磕绊绊 但樱桃的演艺事业却从没褪去过激情和高光 这样的樱桃早已把自己活成了想要的样子 不过经历过这么多风浪 樱桃对于感情仪式早已看看 遇到合适的就在一起 遇不到就独自美丽 无论怎样都能活得漂亮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